我們討論中國電訊728 昨天公佈了業績 中期業績剩餘183億人民幣 按年增長3.1% DECHA去年出售附屬公司的一次性稅候收益後 按年上升12% 期內EBIDDA升5.3% 錄得698億 公司第一次派發中期息 宣佈每股派0.1議員 派息比率是60% 由中聯通公佈業績以外派息後 就帶動中移動和中國電訊做好 大家可能都有一個預期或憧憬 就是中電訊會派這個中期息 但是看到由2.6也升到2.8 這個時間點也挺短的 也升得急 也反映了不少利好因素 之前吸納了 你會怎樣建議 會不會今天應該吃了護膳 我覺得應該走勢 類似聯通和中移動的情況 就是說業績出出之後 其實在業績前已經升了一段日子 出了之後反而是可能是一個穩定期 未只要大幅回吐 但是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本身在中電訊開著的話 可以嘗試看看 究竟在2.8.3、2.9以內 我們先寫一下護膳 然後看看有沒有一些回吐 然後再去貼近2.8 再去嘗試吸納 因為就算它有回落 我覺得其實亦都好像剛才所說 幅度未必太大 因為我幾次節目前都說過 中資電訊股是跟著未來 即是年內值得投資一個行業 因為其實從今次業績看到 其實中資電訊股在過去發展5G 即是5G的這麼多年之後 其實你在這個上半年值 是很明顯看到 它們是踏入了一個收成期 無論在阿富開始止跌 不要說止跌 甚至中二動是回升 或者它們在5G方面的相關產業的收入 例如說大數據、雲業務 其實這些資訊科技的基建方面 在5G的技術配合之下 是令到需求增加了 所以你看到它們 譬如說中電訊本身來說 其實它是來自產業業務 即是我們以往的電訊股 經常說服務收入 他們的固網 即是寬頻 其次是一些其他商業性的資訊科技服務 現在你看到幾間中資電訊商 在這方面 商業電訊譬如說一些產業的科技投資 服務來源的收入 漸漸逼近它們的友善的寬頻業務 可以說是幾間三頭馬車 當然第一頭馬車 服務的手機仍然是很大份 但是二、三支比 其實距離已經在收窄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業務上越趨穩定 在今時今日的經濟 內地的經濟情況 而他們譬如中電信 自由現金樓上半年也有80億 他們以今年來說 相對 不要先說銀行 銀行一定有很多錢 但對內房股也好 對內地的製造業來說 連信股來說 其實他們的防守性相對之強 所以我覺得 在這情況之下 中資電信股在未來一兩三個月來說 除非內地經濟突然大幅好轉 令周期性股份大幅攀升 否則中資電信股可能短期 我們都會繼續跑贏大市 是的 你都建議 剛才阿瑞都說了一個價位給大家 就是跌到兩個八的時候 值得吸納 你會覺得是一個偏長線持有的 是嗎 如果在這個時刻你問我 我覺得都會相對比較長一點 你想想你除了中資電信股之外 你再找中資股你會買甚麼 是 其實穩陣 穩陣來說 其實你可以選擇不太多 所以我都說過了 我講一下暴戀的策略 可能電信股 或者一些必需性的消費股份 例如透過敏顧 可能都會是一個穩定一點 穩健一點的選擇